在李小龙来到美国之前 功夫大多盛行于华人居住区 并不传授给外国人 而李小龙却一直尝试着突破种族的界限 让所有的武术爱好者 都有平等接受武术训练的权利 不管什么肤色或种族的学生 只要热爱武术 他就会收为弟子 而传统武术界对此却竭力地反对 1964年11月 也就是长汉空手道大赛归来后的三个月 李小龙接到了来自传统武术界的挑战 在武术的学校里 如果武术失去的战争 他必须禁止教育非中国人 我在那里有八个月子 和Brandon 这些老师来自苑凡凡凡 帮助王杰克曼 他会成为这个挑战者 比赛的结果是李小龙赢物 比赛后的影响 这时李小龙梦寐以求他 他凭着自己的领悟 把永春拳和其他国术精华融会贯通 根据自己爆发力超强 弹跳力极佳的特色 创立了一个新的武学体系 1967年11月 在这本世界上最权威的武术杂志 《黑带领》 连载了两篇有关于李小龙的文章 在这里李小龙首次公开了自己独创的武学体系 杰拳道 这成为李小龙生命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李小龙创建杰拳道 在中国当时的武术界评论 那是毁欲灿烂 一部分人认为李小龙另辟蹊径可惜何苦 还有一部分人尤其是永春门派 却认为李小龙是欺师秘族 事实盛名 李小龙的杰拳道不仅具备理论理运 而且非常有实战价值 他在美国开设的杰拳道班声名远扬 授课一小时收费275美元 仍然门庭若实 其实李小龙并不满足于开班授课 他的目标是进军好莱坞 希望通过电影来弘扬中国功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